你怎樣看建制派在否決政改那天的蝦碌情況 你覺得會否真的有這個票債票償 票債票償被建制不是凡民這個情況出現 即是蝦碌但結果是真是 蝦碌就是蝦碌 其實已經很清楚看到 其實建制派自己內部的問題是暴露無遺 其實如果我們大家看 泛民方面和建制方面基本上都是很鬆散 大家都是很多比魚我炸 很多東西是大家不合的 或者這個就是一個所謂Lose Coalition 即是一班人大家在一起不是真是很共同 真是有一個共同目標去做 合則來不合則去其實都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政治 那你問我認為怎樣看 我覺得或者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是經了市場一次大家會做得好些 或者因為這樣而更加分裂 很可能是大家分裂出去的 接下來會怎樣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是變成更好 但可以見得更差 這些都是看當事人自己怎麼看的 其實沒有人覺得他不蝦碌 蝦碌是很醜樣的蝦碌 最後一個問你G報那裏 你覺得你們這個網媒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網媒 你們就代表另一個派別 即是泛民和他 以外 以外 你也可以建制 好 建制 你覺得你們有甚麼方法去突圍 其實這樣講 其實這樣講 如果我們真是去仔細地看 所謂親泛民 親反對派的網媒 多如天上凡星 年輕人創意十足 其實一個人自己三晚不睡就讀一件事出來 其實建制派做不到 建制派基本上是一些比較上年紀成長的人 他們要養妻活兒 要養食 他們沒有這樣的時間 做宅男 很多宅男有機會做到這些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他們是有一個先機之利 這個是現實的 但是在市場 如果我們純粹用市場來看的時候 反對派吸引到的人 就是那幫支持他那幫人看 如果不是支持他那幫人 看一看都開始沒有人 就不看 他有甚麼看 有甚麼看 基本上沒有東西看 好 如果香港知報所做的position 基本上就是 我們做這個網媒 是建制派 但是我們有三樣不同的 我們希望提高香港的正能量 我們很多bloggers bloggers有些文章寫 基本上你可以寫什麼都可以 但是政治上 我們希望我們的bloggers 都是中間那幫來的 就不是帶一些黃色 或者去做其他東西的 評論性的新聞 如果你要看 在罵建制派的文章 罵建制派的網站 你太多了 你看不完 但是你要想看一些 中間一些 中肯一些的 沒甚麼機會 沒甚麼人 那我們就贏了 我們變成了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小數 但是市場會說 如果有 如果我們說 有百萬個年青人 在看 就是 反對派這些 這樣的網站 那些 年紀大的 可能有三百四百萬人 他們才剛剛開始 由佔中開始 明白到 互聯網是有facebook 有那麼多social media 現在是加入去 他們都要看東西的 他們都想看的 他們想牽涉 他們想說話的 那就是他們的市場 那你說 我跟 一萬個人 去爭 一個一百萬的市場好 還是我跟 十個八個 去爭一個 三四百萬人的市場 誰成功機會大些 但是 會不會說 擔心 因為我看過這個 珠寶的網 其實都是一些 評論式的文章 是 其實會不會更新 譬如比較慢 或者是 因為大家現在都喜歡看即時的 是的 更新慢 是的 即是更新一些即時新聞 因為你們就沒有即時新聞 大家先不要搞錯 千萬不要搞錯 你 除非是東方 蘋果 一張報紙 扔著 你有無限的資源 你才可以做到新聞 TVB NOW 有線 做到 你告訴我 你怎麼做 樹人都做不到 樹人有幾千個學生 你們學系都有幾百人 你們都做不到 怎麼可能做到呢 如果大家看新聞 是看新聞網站 看評論的 是看我們 譬如香港豬 或者其他 港人港地 市民 這些 或者是幫港出聲 這些就是我們 發揮了我們的功用 其實市場 不只有一種 是有很多種 好像你看回一個傳媒 為什麼傳媒又有報紙 為什麼又有雜誌 雜誌又有車雜誌 又有體育雜誌 又有婦女雜誌 又有男人雜誌 有這麼多種 其實基本上就是 市場是很大的 我們在做就是 在做同一件事 我們不是要做 最大的報紙 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去做一件事 我們只是做一個網站 那個網站加上 Facebook 做的事 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大家交流到 好 那我們今天 很感謝周先生在這裡 跟你講最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拍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